大家好 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OPPO砍掉了折库的事情 折库建立的芯片研发企业 三千多人 在全球有三千多人 中国有两千多 有一千多人在海外 突然就嘎嘣一下就砍掉了说 我们公司原地解散 所有人直接离职 这个事情实在是震惊了整个世界的人 因为现在正是一个大链芯片的尾声 大家说这还可以抢救一下 怎么就切着开插就不干了呢 这个神操作也是从埃隆·马斯克那儿学会了的 埃隆·马斯克给推特的裁员就是这么干的 先让大家回家 让大家尽可能分散的得到离职的信息 OPPO也是如此处理 现在头一天谎称IT系统升级 门禁系统升级 大家没法来办公室了 通通都回家办公一天吧 很多人就回家了 但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猎头公司 很多的敏感的人已经发现了 这事不对了 你不可能让全公司的人都回家一天 这个事有点太过分了 所以很多猎头公司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冲进去了 甚至说要开全体员工大会的时候 用Zoom开这种线上会议的时候 很多这些公司已经找员工要到了里边的Zoom的密码和用户名 已经可以替这些员工进去开会去了 所以进去找人 现在你做的赛怎么神奇 毕竟是人家玩过的招数 然后开Zoom大会直接宣布说公司解散 原地解散 国内两千多人 国外一千多人直接遣散 然后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所有人没想到 干得好好的 在国内做所有芯片设计的这些公司里头 折库算错的好的 对吧 它还正经八百 有两款芯片已经上市了 已经量产了 有一款芯片已经在手机里卖了 另外一款芯片 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搭载手机或者耳机来用 但是也做出来也量产出来了 SoC就是做CPU的芯片 也都已经去流片了 最大的一块就是流片 流片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准备开始量产下一代的 欧货手机要用了 这个月应该就是五月份 它流片回来的芯片 就应该从台积电送回来了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突然就开了个大会 大家就解散了 所有人都完全没想到 当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什么 就尽量避免聚集 因为人这个东西还是社会性动物 有感情的你聚集在一起 说两千多人说 对不起你们被解散了 他会闹出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来 所以咱们就别费着劲 这个线上的方式就直接解散了 不要演变成任何群体事件 补偿呢其实还算合理 补偿是N加3 那么N呢是按照这个 过去一年12个月 所有的收入除12算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去年的平均收入 就是你说我这块是工资 那块是奖金 哪块是绩效 没关系啊 咱都算一块 N然后加上三个月的薪水 如果是应届毕业生 你们要么上东莞上班去啊 因为他原来好多是在上海啊 在这种地方招的人 那么现在就必须上东莞去上班 因为OPPO本身在东莞嘛 要不然呢我就给你N加3 而且N呢 其他就不叫N加3吧 因为他没上过班嘛 所以就给你三月薪水啊 这三月薪水呢是按照 这个当年承诺的这个收入里头 应该肯定有一份工资 有一份奖金嘛 工资啊直接算上 然后奖金呢是年终奖嘛 然后除12就是算你一年 老老实实在干一年 应该挣多少钱 然后乘三啊 就给你三个月薪水 就赔偿就走人了 所以呢 大家呢 现在就是还是说 这个给的钱 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就是该给的钱都给了 然后没有任何毛病 直接就散掉了 所有人都觉得很遗憾的是 我们马上就要做出自己的4纳米的 SOC了 然后做完了以后呢 就可能能够做出整个 中国自己的手机CPU啊 当然说是手机CPU啊 它的IP肯定还是ARM的 但是很遗憾 就突然就没了 整个行业都震惊了啊 因为现在虽然不是最热火 烹油的大链芯片时代 但是大家也还在努力的链芯片 怎么这就一把就不看了呢 而且用这么决绝的方式 对吧 所有人都说 你去解散这件事 或者说你芯片公司赔钱 这个都可以理解 因为芯片公司 其实没有挣钱呢 对吧 现在包括英特尔 什么都在赔钱 你突然就说 我直接把公司原地解散 然后这个事实在是完全没想到 然后哲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是OPPO组建的芯片研发公司 主要的研究方线呢 是围绕的手机制作的周围 都去做了一遍 像这个NPU 就是叫做神经网络处理器 蓝牙 射频基带 然后核心SOC 咱们讲SOC 就是这种系统系芯片 它相当于是我们把什么CPUGPU 然后各种东西集中在一起 这个东西叫SOC 然后或者说 我们把很多其他功能的芯片 集中在一起 SOC 现在已经做了两款 一款叫马里亚纳X 马里亚纳海沟 取的这个 我们扎的足够深 马里亚纳X是一款影像用的NPU 就是神经网络芯片 它在OPPO的FIND系列的旗舰机上 就是四五千的这个机器上在用 号称OPPO的摄影效果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OPPO我估计摄影讲 还是被小米夺走了 因为小米号称 我们是来卡的 这个更厉害一些 但是OPPO真正出货量大的 手机上压根的没用上这个芯片 它出货量大的这种切缘机 没有用上马里亚纳芯片 然后另外一款叫马里亚纳Y 这个是一个蓝牙的SOC 专门对蓝牙进行传输 进行这个控制的 但是呢也还没有在耳机上用上 因为你做了这种芯片 实际上不是给手机用的 是给耳机用的 就蓝牙耳机 像苹果是做了两款这个蓝牙芯片 就是支持语音呼唤 低延迟低功耗降噪 然后各种音频过滤 音频的这个处理功能 都在这个芯片上去 这个苹果已经做了两款 而是做的还非常成功 因为苹果这个AirPods Pro什么的 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里头核心的功能就是这两款芯片 OPPO也做了 或者说叫折库 也做了一个叫马里亚纳Y的芯片 最核心的SOC 就是我们把CPU把GPU 把所有东西都搁一块 4nm工艺也送到台积电去流片了 然后即将返回 按道理说就是5月份返回 现在没有等到测试结果 就直接解散了 广东人做生意 其实是做的比较实在的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人家就是工匠精神 我们把这些东西抠细节 抠好了以后 然后边边角角开始 以多咬死相 我上来不跟你讲的高大上的 不跟你讲的未来 什么解放权人类什么 这不跟你讲这个 咱就是把自己能干的事干了 你中间那个CPU竞争机内 我不跟你竞争 我去做边边角角 然后中国芯片设计公司 其实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我们设计完了芯片以后 要找台积电 或者找一些其他的 这种芯片公司去给我做 做完了芯片以后 然后再要去把它卖掉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但是国内有大量的芯片设计公司 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什么就是高通实在太厉害了 就是因为咱们做手机 这块都是用的高通芯片 小米 OPPO 微华为 都是高通芯片 高通非常非常强大 强大的哪就是滚膀销售 你买了高通的这个 你就好买高通的那个 而且我直接在高通的芯片里 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你集成在一起了 你不要自己去做 你都买我的完了 小米原来其实干过这种事情 就是有一段时间 他想自己做芯片 后来高通就跟他谈判 说你就都买我的 我给你打个折扣 你就不要再去用任何其他家的 然后折扣完了以后 小米最后就放弃了 说我就不自己做了 但是现在小米 还有一个小的芯片设计室在工作 但是大头上都是用高通的 就高通会通过这种 大活出货量这块来去捆绑你 如果你说你不从 说我就自己做 我一定不给你从这个事怎么办 也行 高通以后供货的时候 就不先给你 高通现在是8跟2 下次比如8G3的时候 小米也就不能做首发了 我给其他人做首发 或者等我把其他 最忠实的用户都服务完了 再服务你 这事小米受不了 所以只能是被他绑架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 另外就是高通把这个 SoC芯片集成在一起 就是他把自己的CPU GPU NPU什么的 他都给你集成在一块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没必要自己做了 因为我马里亚纳X做了半天 对吧 然后我用了高通8跟2 里头直接带了一个NPU 就是高通自己的 比你这还好 比你这兼容性还好 比你这还这个快 而且人家做的那个 SoC里头效率还高 你坐在外边 你还有一个传输的过程 那这事你说你划算不划算 OPPO手机呢 其实是有些是用高通的 有些用联发科 还有一些甚至用麒麟 华为海思麒麟 都在用 当然了 对于高通来说 就是买全套就更便宜一些 你都买我的 我自己最便宜的价格 最优先的供货 大家注意啊 对于中国的手机厂商来说 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你如果是不能首发 那你可能就吃不到 他这个高通发新芯片的 这个红利了 ARM呢 现在也准备开始耍流氓 ARM呢 是本来想被NVIDIA收购 但是呢 各国政府都投了否决票 不许收 收购失败了以后呢 他就准备独立上市 但是呢 独立上市 也要求利润嘛 要求挣挣多的钱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ARM说 那我也来被高通 那个反而用了我的CPU的 这个IP出去做芯片 对吧 那我自己捆绑 你必须用我的CPU GPU NPU都得用我的 你不许允许用别的 其实怎么捆绑呢 高通已经都做出来了 你说我还怎么捆绑呢 很简单 就是说 我不给你提供这块的技术支持 假设我比如说 ARM我出了新的这个CPU了 然后我自己出了新的GPU 出了新的NPU 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 数据交换 数据接口这块 我不给你支持了 那要么就用我的 要么你自己去研究去 研究完了以后有问题 我也不管你 对吧 他搞这样的一个方式 甚至说我不给你授权 我不允许你去做这个 搭载自己的GPU 然而现在高通 肯定也很着急嘛 希望能够这个继续做自己的 因为高通原来说 我只要是CPU买你的专利就网了 GPU啊 NPU啊什么 我可以自己做 高通现在发的最新的 叫8跟2 这个里边包括什么呢 CPU是ARM V9指定机 采用台积电4nm工艺 核心架构为一个 Cortex X3超大核 两个Cortex A715性能核 两个Cortex A710性能核 三个Cortex A510效率核 然后最高主频3.2GHz 性能提升35% 能效提升40%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个性能核效能核什么的 它其实为了省电 就是在你在不同的情况下 开不同的核 不是说一上来就全都马力 全开这种事 对吧 你说我现在在待机或者什么 我可能只要开那么一两个核 就可以抛起来了 这样子可以省很多电 然后可以少发很多热 所以现在的CPU都叫大小核制度 但是除了CPU之外 还有什么呢 Arduino的这个GPU 这是高通自己的IP 没有买这个ARM的 首次支持叫Walken 1.3API和这个硬件级 移动光锥技术 什么叫光锥技术 就是我在这一个物体的表面 然后我可以镜面的反射到 这个对面的东西 这叫光锥 否则的话 你可能只能看到 这个地方亮起来了 或者是暗起来了 这个是有光锥技术 还有这个性能提升25% 能效提升45% 所有说能效提升的 就是我干同样的事 可以少耗电 少耗电实际上最大的好处 不是说省电 最大的好处是少发热 发热发多了以后会出现问题的 这里的还包括叫 Hexagon DSP芯片 这个是集成高通5G AI处理能力 支持INT4 AI精度格式 AI性能提升4.25倍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当NPU来使用 还再加上什么 其他的ISP的核心 支持各种C模式传感器 这个是做照相用的 还有骁龙X705G调制解调芯片 这个就是当我们使用 5G网络的时候 是走这个芯片 苹果就是设计了半天 这晚上最后失败了 然后最后只能从高通去买 它给你做的一个芯片里头 你这些芯片之间进行通讯 它效率就会变得很高 或者这些模组之间进行通讯 就是会变得很高 那你说如果我这个OPPO手机 我买了一颗高通8G2芯片在里头 那我为什么要再做马里亚X 再去做所有这些东西 没意义了吗 对吧 这些东西都已经给你做在那一个里头了 但是现在ARM就是说 我们不行 你通通都使我的 ARM做的那个GPU叫马里GPU 对吧 高通做的这个adrenal GPU 然后高通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IP就不能用了 你必须都要买这个ARM 所以高通现在也很着急 然后现在呢 做芯片其实挺容易的 卖芯片很大 就是我现在想把芯片做出来 我只要老老实实的向ARM去交钱 我买你的IP 然后我就可以做 做完了以后呢 甚至说我想要自己的GPU 对吧 我不想买ARM的 以前是允许的 可以买这个Imagination的 就国内的这些这个做GPU 号称国产GPU的这些人 他买的是Imagination的那个GPU 这个IP啊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它拼起来 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东西像拼机部似的 对吧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所有东西都拼在一块以后 然后就可以自己做出这个CPU来 做完了以后呢 到台积电去流片就完事了 做完了以后 说OK 我已经流片成功了 那我就大规模的去生产 然后在我的手机上用 所以呢 就是做芯片很容易啊 但是这个卖芯片其实是很难的 没那么好卖 然后国际形势呢 现在也很恶化 就是国内所有的芯片设计师 都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做出来这种4nm芯片 其实很难量产 因为美国人说 你这个不允许量产 那个不允许量产 或者说这个设备不允许出口到中国 那个设备不允许出口到中国 它就比较麻烦 但是你说我现在 只要老老实实在中国卖这些芯片呢 它也允许你做啊 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但是中国做出来的芯片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其他厂不用 比如说我这个OPPO做出来的芯片 小米你用吗 小米不用 对吧 人家小米说 我要用这个影像芯片 我一定是用高通的 然后算法 或者整个这个东西呢 我是要用莱卡的 我不会用你这个马里亚纳芯片的 对吧 然后你说我找荣耀 Vivo可能还会用 因为OPPOVivo是一家嘛 或者都是步步高 开始做出来的东西 对吧 但剩给其他人都不用它呢 那你这个事就很麻烦 你说我想卖给苹果 或者卖给什么 更没人用你的东西了 所以就是你只能自己做自己用 别人都不用 哪怕中国人自己都不用 像OPPO这样 还敢用海思芯片的 大概也只有它了 其他人大概也不太敢用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只能自产自销 其他人都不用 那么OPPO呢 希望用以多咬死相的策略 就只能失败了 按道理说原来是什么呢 就是CPU你就用ARM的 用高通的 或者用这个谁家的就行了 然后你把周边这些芯片 都替换成我的行不行 现在就没有这个机会 人家不用 人家高通说 我出去给你处理一个拼凑片了 然后ARM说 你要用必须用我的 其他人我不给你授权 你要用CPU 你就必须连GPU带NPU 带所有东西一起买 现在搞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没办法了 那么它这种 以多咬死相的策略就失败了 所以原来像OPPO讲的是什么 我可以成为像德国 很多这种企业一样 叫隐形冠军 我在这一个领域里头 我最厉害 其他领域我不给你拼了 但是现在这个机会没有了 必须捆绑交受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市场体软 整个中国的手机出货量 都在暴跌 跌的最少的是苹果 跌的最多的就是OPPO和微博 大概都接近30% 就快要玩不下去了 因为这种手机一旦暴跌了以后 真正的问题在哪 不是说你造出手机卖不出去 而是你造了手机 都在库存里头 对吧 然后你还需要还利息 因为你的造手机的钱是借的 对吧 这个东西你一旦放在库存里头 它每年都在升级 你一旦升级了以后 你旧的就卖不掉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大家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所有的芯片厂商 你说我做出芯片来 最后手机卖不掉了 怎么办 没办法 那你说我去造汽车 我去造什么电视机 我去造PC 第一个PC也卖不掉 然后汽车也卖不掉 而且任何其他的这种行业里头 你的销售量跟手机比起来 都是什么渣渣 根本比不了 所以如果手机卖不掉 整个的全世界的芯片产业 不光是中国的都要倒霉 然后中国设计室 这个尴尬就是先进制程 会被一定的限制 然后只能自产自销 苹果 其实走的就是自产自销这条路 但是人家苹果卖的掉足够多 所以人家无所谓 我就自产自销 我就认了 对吧 谷歌和微软 包括阿里 其实也在自产自销 但是人家做的是云计算的芯片 就是我自己有机房 我就用这么多芯片 我自己就生产出来就完事了 对吧 我不需要去给英伟达 不需要去给他们交专利费了 那我就自己去做对吧 这个事也可以 但是手机芯片的设计工作室 就全都完蛋了 因为你资产自销 你是走不通这条路的 国内芯片和手机厂商之间的 壁垒森严 相互是很难去互通有无的 这一次的事情出来以后 大家真正感觉比较奇怪的是什么 不是说大家日子不好过 因为都不好过 没有哪个芯片工作室好过的 但是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决绝 一把就把它干掉了 AUTO的折库 在所有的手机芯片设计企业里边 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算是优质资产 你要想去卖它 或者想去拿它融资 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难 对吧 它的人员也是相对不错的 为什么他这边一说解散 然后猎头公司就冲进去 开始疯狂扫人呢 对吧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猜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很多人在讲说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大问题 你亏钱吗 亏钱我去融 不就完了我去借 哪怕说我去找银行 去贷点款什么这事都行 对吧 那你说我用其他的方式 我再融资 比如说我把折库放出来 我说我们现在做一个估值 再融一笔钱进来 有的是国资委愿意给钱 对吧 这给他比那个 你去找一个普通不靠谱的人 靠谱多了这帮人 广东人做生意在这点上 我觉得还是可以相信的 就人家实打实实在干活 对吧 做出来东西来了 这块应该还是可以好融资的 或者说我现在钱少 我砍项目 我把那最费钱 那个斯纳比SOC砍了 我剩下这些东西 我接着往前做行不行 我可能做这个大的 我做不下去 我做小的行不行 或者我小的做不下去 我做大的行不行 这个都可以去做 或者我裁员行不行 我分拆 我把它从OPPO里拆出来 然后再去融资 或者说我把里边 折库里边各个的紫模块 我把它分拆出来 让大家各自求生行不行 或者我上市行不行 其实像他这种企业 完全是可以去上市的 科创版或者什么这种版本 这个都是欢迎这种企业去上市的 或者我实在不行 我打包我它卖 我把折库拆出来 算一个价格 我把它卖掉 这事行不行 都可以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 直接就原地解散了呢 折库里面的这些高管 包括一些中层低层 都完全想不通这件事情 包括整个行业 都完全无法想象 这个只能猜 因为咱们现在 谁都不在那个里边 大家只能猜 那么现在有一种猜法是什么呢 说是被美国人盯上了 像华为一样 你一旦再往前走 把这SOC流片成功了 美国就会制裁你 华为呢 因为自己还做什么基站 还做这些东西 对吧 你制裁了以后 虽然手机卖不了 还可以卖那些东西 还可以活下去 但是OPPO一旦被这样制裁了 因为它就卖手机 对吧 那就这事都会死 这个是不行的 当然这个我觉得想多了 中兴 那还是大国企 对吧 后面可能还有军方背景 严调一眼 好好的在美国卖手机 小米进了实际名单好几次 然后每次通过申诉 最后再摘出来 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当回事 所以美国盯上那件事 我觉得是不靠谱 但是被人盯上了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被谁盯上了 大概率是被国资盯上了 因为它再往后 肯定是要花一大笔钱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国资你说我原来拿这些 比如成头债 我去做房地产 做所有这些东西 那肯定是一坑 这事肯定不能再做了 那你说我这有大芯片企业 我直接给他钱行不行 然后我控制这个芯片企业 往前走行不行 这个肯定是很多地方企业 在思考的问题 这个决绝的 七十卡扎把它关掉 其实就是为了避免 有人惦记他 有人惦记说 我现在国有资产想进入 我想投资他 想去管理他 再往后 他可能建党支部 什么什么这些事情 原来OPPO的人 原来邓永平这些人 可能说话就不算数了 那么他就是要避免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决绝的把它处理掉 比如像我原来有一个项目 是一点资讯 在猎报的时候投的项目 他们就是这样 被这个国家盯上 盯上完了以后 最后就快速的把公司卖掉 对吧 但是这头盯上了以后 那头被人举报 然后直接到网信去 摁了一晚上手印 然后早上起来 大概凌晨三四点钟 从这个网信办出来以后 第一件事 给这个盯上他的人打电话 说我愿意把公司卖给你 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你 对吧 那么段永平可能说 我也不希望费这个劲 你们也是 谁也甭跟我讲 我吃鸡蛋把他干掉 完事了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像我以前在盛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遇到过这种事 盛大当时做电子书 因为我们也是拿了上海市 应该是发改委 还是谁给了一点点钱 他反正给了非常少 上海市就找到我们说 现在有一个 我们投了很多钱的项目 也是做电子书 做不起来了 你愿意跟他合并吗 或者你愿意收购他吗 当时他把我们被傻了 我说你给了我们两三百万 对吧 你给了人家好几千万 然后你现在要求我合并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呢 给钱的时候 肯定是给自己的 七到八大爷 给了比较多的钱 给完了以后 这个钱又挣不出来了 你如果让他烂尾了 或者让他挂掉了 那叫国有资产流失 或者说大家来查 你跟这人到底什么关系 他就有问题 他就要找一个 真正能把东西做出来的人 然后让你去把他收购下来 这样账他就做平了 国有资产还在这 还保值了 以前我们在盛大 是遇到过这种事情的 那么对于这个杜永平来说 他可能也遇到了 这样的一个事情 没准哪个地方政府 投了一个烂尾的芯片设计项目 说来你合并吧 你把这个项目合进去 那么在这个合的过程中 他做一个非常高的估值 然后合完了以后 没准人家还占大估 对吧 你还失去控制权了 那这个就真的很不划算 还不如直接把它 直接解散完事了 谁也别惦记 对吧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当然我们在猜测 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猜测 第二种可能就是 下面小鬼想翻身了 4纳米SOC成功流片 因为这玩意儿是要做CPU的 会带来什么呢 就是ARM和高通 第一个会给你压力 你一旦把它做出来以后 ARM就会说 你违反了我的规定了 高通说 你要想继续 第一波供应到我的芯片 你必须要放弃什么东西 这个一定会来 第二个的话 就要巨大的投入 那么现在折库里边 可能没有这笔钱 那没有这笔钱 必须要再融资 必须要打破 原来的管理的质户 就比如说 原来这个事 段永平可以说了算的 那么或者说 融资可能在引入一些国资 或者引入一些其他的资本 那我就可以 比如说原来管理公司的一些人 就可以自己说了算了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能被允许的 他们希望叫顺势而为 邪天子以令诸侯 你看我已经把东西做好了 然后东西也做出来了 这么值钱了 你肯定舍不得砸了吧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点自主权 你是不是可以放手 让我去干 对吧 我再去融一点别的钱进来 是不是可以 对吧 这个事是不能允许的 这个叫宁语 外人不与家奴 懂不懂 对吧 就是这个好像是慈禧老佛爷说的话 所以这事是不行的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我宁肯把它拆了 我也不让你们这些狼子野心的人 分过的家产 猎豹当时是没有成功收购 Musically 其实就是遇到这种问题 猎豹当年是有机会收购 Musically的 因为当时我做的协议 我们是有优先收购权的 富盛自己也想收 但是收这个钱 你就必须要到雷军那去批准 因为雷军当时是完全可以控制猎豹的 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 就需要再去融资 再去做一些股份上的调整和变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富盛的话语权就会上升 但是始终就没有通过 雷军说 我宁肯让你收不了 宁肯让你没法往前走 我也不能放这个权利 万一出去以后有什么不沉之心 万一做成什么事 对吧 那没法整 所以在这个圈子里是存在的 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折库下面的人 想通过流片成功以后 下一次融资 得到更大的管理权 从这个段永平 从OPPO原来的管理团队手里边 独立 这个事是不允许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直接给你原地解散掉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继续猜测 段永平王者归来 因为段永平是一段时间在美国 突然最近回国来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他要展示出足够的决心和魄力来 大家有没有记得在看教父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一段是什么 就是教父把一个人的 他买的那个马直接杀死 然后把那个马头放在你的被窝里 放在你的床上 这个事情其实干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我要告诉你说 我要砸一个最贵的东西 你认为很值钱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就是狗屁 我可以把这东西砸掉 然后谁都不给 对于我来说 我完全不在意你所重视的那些资产和资 和资质和财产什么 我都不在意 那么这个是要表现出来的 所以现在有可能 这个折库就是被杀了 给大家看的那匹马 所以就是为什么 就直接把这么大一个3000人的 价值几百亿人民币的芯片设计企业 而且在所有的芯片设计企业 跑的比较靠前的一个企业 以这么决绝的方式干掉 那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当然从我们角度上说 都是在瞎猜了 也有可能说还有其他的原因 在里边当然也有可能说 我们刚才讲这三种原因 都是在其中占一部分 都是有可能的 我只能是按照我自己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跟大家去猜 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咱们现在都算是吃瓜群众 还有没有类似的人干这种事情 其实也有 像当年盛大创学院解散 其实也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另外陈天桥管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管的不是很多 然后陈大年管事情 然后做了一个盛大创学院 然后陈天桥回来以后 风驰电掣 在班 班的就把盛大创学院给切散了 再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 其他的内部的各种改革 各种的这种调整 机构调整 就再也没有任何阻力了 那么其他的芯片企业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现在是第一个倒下的就是折库 后面的怎么办 段永平虽然决绝 但这真的可能是损失最小的一个结束方式了 继续拖下去 肯定会越拖损失越多 虽然猎头公司现在一拥而入 开始抢人 但是真正能被抢走 在这三千人里头 可能也就是五六百人 剩下的人也会很费劲 其他的芯片企业 现在也不可能加入国际经济市区 不可能盈利 你在自产自销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 盈利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你一旦自产自销 那就是你家做的芯片只能你用 我家做的芯片只能我用 那不能说我一个家做的芯片 大家用这件事就没有 对吧 这个就没法做 这个也许可以搁到股民的韭菜 比如说哪些最后上市了 然后股民最后买了一波 然后退出了 那么最终肯定是拖的越久 亏的越多 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应该就是 大链芯片时代的一个终结 折库的关闭 应该就是给整个的终结 敲响了一个丧钟 后面我们要看着一家一家的如何往前走 再怎么走 记住我这句话 不会有谁挣到钱 最后挣到的钱 可能也最多也就是股民的钱 不可能真的说我把芯片做出来 我把芯片卖了 然后我把企业做好 做大 然后最后把钱挣回来 这个钱永远没有 好 这就是哲库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故事 以及我们做的一些猜测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的discount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的付费频道 再见 再见